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保持喜乐呢 菲律比书第一章 保罗给我们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 是的保罗身处监狱 并且他身边有些人要攻击他 增添他监狱当中被捆索的苦楚 但保罗心里头能够喜乐 是因为他渴望福音被传扬 无论如何他下监狱 让监狱当中的狱卒 这些人能够听闻福音 人虽然攻击他 但福音总被传扬 他就开心 而他渴望的是爱心 在知识各样政策上多又多 使我们分别是非所成熟过的人 知道如何爱人传福音 更美的是保罗渴望教会 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望福音 为了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人生走一条路 不关心人对我们的羞辱称赞 让我们关心上帝的福音 被传扬被告取 这是我们的渴望 我们来祷告 呼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生命生活有一个目标 就是不论我们遭遇什么 愿福音被传扬 愿上帝的爱被告取 使人得着福音的恩典 帮助我们学习相爱 学习爱人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